今天是2020年的5月6号 今天很重要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但是得回避明天上午 好吧 回避明天上午 本来90分钟如果不出顿话的话 我这句话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声称指如果90分钟顿话不消失的话 这句话就不用说了 因为它到消失 怎么也得到明天上午11点 就是明天上午11点以后 也就算是间接的回避了明天上午 结果今天尾盘的时候 90分钟顿话也消失 好吧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我们看看各个指数之间的 周期和序列的关系 请看第一个 结构和序列的关系 第一个 声称指60分钟线 顿话已经消失 60分钟线顿话已经消失 序列出9转序列9 但是它分比较低 92分 所以声称指它三个周期出序列 一个是60分钟 一个是30分钟 一个是120分钟 关键是30分钟和120分钟 都出高分的序列 好 我们先记住这个结论 60分钟生成指 顿话消失 序列高就 第一分 所以60分钟 如果 从60分钟的角度来讲 不予考虑 不用考虑60分钟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90分钟 90分钟呢 今天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值是84是吧 84 这最后的时候 消失了 消失了 这差 差的不多啊 差的不多 90分钟动画消失啊 序列呢 是6 对吧 它没有出7 8 9 但是即便出了呢 90分钟分仍然是低分了 就是95分以下的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关注 但是呢 这个是95分 也是90分钟 也是95分以下啊 它毕竟是出消失了 如果不出消失 三个周期90分钟是最大的 三个周期啊 90分钟的顿画是最大的啊 级别 级别顿画是最大的 它消失就代表 60分钟和120分钟都消失啊 好了 顿画 然后呢 低分 所以90分钟也不用考虑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生存值的120分钟线 120分钟线由于它是高分 对吧 由于它是高分 今天也消失 但是呢 这个序列高八啊 明天上午出序列高九 也代表了明天上午呢 出序列高九啊 这短期来讲呢 就这个 而且是高分九 95分以上啊 这高分九 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的啊 所以120分钟呢 明天上午是有可能形成高点的 明天上午有可能形成高点啊 这120分钟 这生存值啊 我们再看上升值数 哎呀 同样三个周期啊 我们这回反过来说 呃 60分钟 三个指数上升值数 三个指数都 顿画都在啊 我这个刚才有一张图结错了 120分钟呢 上升值数也是顿画在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个90分钟 90分钟上升值数 顿画加九 顿画啊 加九 那么上升值数来讲呢 顿画加九就代表了 就是这个周期就有可能是高点了 就今天收盘价格就有可能是高点了 上升值数啊 顿画加九 然后再看下一张图啊 下一张图 60分钟线 呃 120分钟线和60分钟线都一样的啊 顿画在 120分钟顿画也在 所以你看结构啊 深层值 注意啊 深层值三个顿画消失 上升值数 三个顿画都在 这就是今天我所说的这个指数之间的分化 指数之间的分化 那么序列呢 深层值90分钟顿画加九 指向的是今天下午的收盘 那么如果啊 序列可以之后一个周期 应该是到明天上午的11点之前 30分钟的深层值 两个序列高九 一个是30分钟 两个序列高八啊 一个是30分钟 今天序列高八 时间指向明天上午的10点 一个是120分钟序列高八 明天时间指向明天上午的11点30分 上升值数呢 是指向明天上午的11点 所以呢 10点11点和11点30分都是明天上午 因此呢 就是我建议呢 就是回避明天上午 今天的下午的收盘价格和明天上午 会有一个最高收盘 比方说明天上午是下跌的 今天的收盘就是最高收盘 如果明天上午是上涨的 明天中午的收盘就是最高收盘 那么假如下午还能够继续上升 我们就买入 能理解吗 主要目的是回避明天上午 这里有个微调啊 有个微调 回避明天上午 好不好啊 一直避一张图 天呐 好好好啊 这升成值90分钟线啊 升成值90分钟线 顿化消失 顿化消失 同时序列高六 高六它现在没有报 我们七八九才报 右边啊 右边这个地方没报啊 但是它分小 所以呢就不用看了 好这张图解完了啊 我接着下一张图啊 120分钟线啊 现在目前高八了啊 但是它是95分以上的 所以升成值120分钟线 时间指向的是 明天上午的11点30分 好这张图 上涨指数的90分钟线 顿化加久 能看到吗 时间指向的是今天下午收盘啊 上涨指数 60分钟线啊 60分钟线 什么也没有是吧 但是顿化还在 就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数之间的 这个结构协调性不好 但是我们以升成值为主 对吧 咱们一直以来 都是以升成值为主 升成值顿化消失 就是应该买入 注意啊 你就甭管它好还是不好 这段时间就是 这个今年的上半年的 整个升成值 它的结构的效果 是不如上涨指数的 差不少呢 差不少呢 这上涨指数 你如果看120分钟线 我看90分钟线的 就是这个今年的高点和低点 都有结露 但升成值就不是 所以升成值 它的效果呢 是不如上涨指数的 今年的上半年啊 但是 我们既然选择了升成值 就要无怨无悔的 能理解吗 就是你觉得这段时间 你不如上涨指数 但你换到上涨指数之后呢 你可能下一段时间 就不如升成值了 所以没有一个指数是完美的 我们解决的是 这个指数的平衡性 就升成值 我们当初为什么选它 是因为它不大不小 它既不偏小盘 也不偏大盘 对吧 是因为它不大不小 所以选择升成值啊 所以既然选择升成值 就以升成值为标准 好吧 升成值动画消失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买入 注意啊 买入这个动作已经 已经板上钉钉了 但是呢 我们错开时间 明天上午 比方说我们现在能判断 明天上午明显的高位的话 那你非得明天上午买 你买就是高位 是吧 心里不难受吗 我们把明天上午的高位 排除掉之后再买 所以 我们以今天的下午收盘价格 和明天上午的收盘价格为 选这两个价格的最高收盘 为参照标准 如果明天下午 及以后 注意啊 包括后天 包括下周一 包括下周二 就是包括以后 再过这个高点的时候 我们就买入 就是为了回避一下 明天上午 我说的能理解吧 高过哪 好 我举例啊 我举例啊 今天的收盘升成值不是10883吗 如果明天中午是10893 就选10893 如果明天中午是10873 就选10883 就是明天中午的收盘价格高于 这个今天下午的收盘价格 那么明天中午10893 就以明天中午的这个这个收盘价格为主 为准 如果明天中午的收盘价格低于1088 这个今天的收盘价格 就以今天的收盘价格为准 好吧 能理解不 就先 就 今天的收盘价格和明天中午的收盘价格 这两个价格取最高价 不管是什么 取最高 如果是明天中午10873的话 那就取今天的收盘 如果明天是10893的话 就取明天的收盘 对吧 明天中午的收盘 好了 这120分钟 我们取出最高价格之后 后面如果冲过高于这个价格 我们就买入 主要就是为了回避明天上午 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选了生成值 就要无怨无悔的 不要总换 那是它就是它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生成值顿化已经消失 趋势在两个趋势之上 按理说应该买入 但是各项指数 就各项指标 显示出明天上午可能有高位 因此我们回避一下明天上午 并不代表不买入 只不过我们回避一下明天上午 好不好 第三个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市场是有可能走出六亲不认的上涨 那么我们应对它的方案 其实更不难 60分钟 带结构 我们按结构卖出 没毛病吗 按规则来讲没毛病吧 60分钟结构 顿化消失 各个周期动画消失 按理应该买回 没毛病吧 买回的时候呢 要注重一下买入位置 我们回避一下明天上午 但是买回这个大的动作 没有改变 没毛病吧 能理解了不 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关于大盘的这个买入的这个事 我就讲到这 下面我们讲买什么 好不好 请看稳当的这张图 这张图 这个坐标的时间跟上次不一样 你用星空雷达的时候 要改一下时间 重坐标2月4号到5月6号 5月6号是今天 2月4号是个低点 对吧 咱们第一次入场的点 横坐标是2月25号 就是高点到5月6号 一个是低点到今天 一个是高点到今天 这是这个逻辑设置的问题 右上角的不选 就是低点到现在涨的也多 高点到现在涨的也多 就代表了 不论从低点和高点 这些股票都是 这段时间最强的 不选 好吧 那么左上角的 可以选择 左上角的可以选择 左上角代表什么呢 从低点到现在 他们是上涨的 但是从高点到现在 他们是下跌的 好吧 他们代表了热门股 回调当中的热门股 右上角的呢 就这部分呢 刚才说的不选的这部分呢 是热门当中的强势股 这个呢是热门当中的弱势股 当然你看这些都还在啊 软件服务 电子元器件 通信设备 玻璃制造 电子设备 电源设备 一锡一表 就这一部分啊 这一部分 但是今天呢有一个 这个挺特殊的啊 就是你扫完扫完苗之后呢 发现 哎 这家伙怎么这么特殊呢 是吧 叫做菜爵服务 这家伙 这老货 他呢是 2月4号到现在 跌得最凶的 而且是2月25号 就是低点到现在 他是最弱的 2月25号到现在 也是最弱的 就是 两个行业这么多 就他太出类拔萃了啊 他太出类拔萃了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啊 可以作为 安全的品种 安全的品种 就是说 这个 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安全的品种 作为一个选择啊 采决服务 好吧 就是左边的呢 我们都是属于逢底买入啊 因为 这个左上角的呢 右上角是强强 对吧 左上角是 先强后弱啊 左下角呢 就是先弱后弱 一直弱 能理解不 所以呢 就是 左上角 比方你选几个行业 这个 这个左下角 这是弱的啊 当然还可以选择 左下角其他弱的 比方说石油石化 轻功 有色金素 对吧 这都是左下角 相对弱的啊 但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太图书了 这个太图书了 能理解吧 就是这个 这个从这个选股的角度来讲啊 嗯 现在目前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然后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什么 这是从星空雷达的角度来讲 从长期来看呢 我觉得价值会 会优于成长 但是呢 你全 全部布局价值 也 也不好 就是你要 注意平衡性 我们选择深层值 也是因为平衡性 就是我刚才说了 既不偏大盘故 也不偏小盘故 所以呢 我们我们说 你像上一波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 就是选择做上角的吧 对吧 选择做上角的 这一波还是啊 这一波还是 那选股是这样的啊 今天回去呢 先选股 因为如果最快的话 明天下午就有可能操作啊 明天上午肯定是要回避的 如果快的话 明天下午就可以 就有可能会操作 好吧 今天回去呢 先选股 你把 一般来讲 我是建议你四到五倍的选股啊 比方说 你想买五支 你就选二十支 这是四倍 能理解吧 就是你想买的数 你一定要四倍五倍于它 然后呢 这个 到时候你再买的时候呢 它会 你会根据当天的市场的表现 然后再进行选啊 再进行选 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你如果按照我所说的 你选择的股票都不是 都不是那种追涨的股票 一种是前期强现在弱 一种是前期弱现在弱 对吧 你买入应该没有什么压力的 但是你要是选左上角的这些股票 买入就会有压力 右上角 右上角的股票买入就会有压力 那么你在一个行业当中 是不是再用一遍星空雷达 那是你自己的事啊 那是你自己的事啊 但是我们有这个功能 对吧 请听系统客 星空雷达 金三胖可以继续买吗 可以啊 我认为金三胖是不错的 只不过呢就是说 你很多人呢就是说 当我说金三胖不错的时候 他就全买金三胖 比方说我比较看好金三胖里的券商 他就全买券商 然后券商呢 现在目前来讲就相对来讲 就是牛皮式对吧 就不长也不跌的 然后他就觉得啊 好失望好失望 哥哥你能分仓不 你能不能大小盘股都买一点 你能不能多买几只股票 哥哥 行不行 你能不能分仓 上次有些学员说 老师我分仓了呀 我分了五只券商 你想气死我吗 但假如说你说我就想买一个 我根本就不想分仓 我就想买一只 那个时候呢 你就要爷们点 好不好 爷们点啊 别到时候他长得不好 然后你说 老师你看你说的板块 老师你的逻辑有问题呀 开始不但批评我的板块问题了 还说我逻辑有问题了 逻辑有问题是因为你笨 你看不懂 对吧 就是说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分仓 你就要学会坚强 对吧 你说我我就 我就很爷们 我就想买一个 他好还是坏 就是他了 一旦选择 怎么样 无怨无悔嘛 就像我们选择生成纸 不管他好还是坏 我就以生成纸为操作标准 怎么的 怎么了 明天买几成单 如果买就是满仓 好吧 这也不属于最高买入 你不能说底部买的 那不是咱不算了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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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哪说理一下 对不对 我们房的不就是 六亲不认的走势吗 所以我们说万一他走出 不走五浪呢 那 那 那三月十九号 不变成最低点了吗 大家想想啊 如果不凑了 不运行五 没有下跌的话 三月十九号是最低点了 我们三月十九号 可是买了的 好 纠缩标准 好 讲纠缩标准 如果买入啊 如果不买的话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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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不说这事啊 如果买入 纠缩标准 是以趋势破位为纠缩标准 能理解吗 结构已经没了呀 动画消失就代表 结构没了对不对 结构没了 那 那趋势破位往结构修编 结构没了 那不就以趋势为 净 这个纠缩标准了吗 不管你 因为什么买入 趋势如果再破位 我们还要卖出 能理解吧 就这个地方呢 你看啊 我一直说啊 就 就很多这个人 就觉得 那我们 逢低买入会比较舒服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地方是有顿化的 就是今天是顿化消失啊 但今天之前是有顿化的 顿化它不一定能够消失 它只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结构形成 一个是顿化消失 对吧 只有两种结果 顿化不是一定会消失的 顿化也有可能结构形成 所以在今天之前是没有结论的 注意 而且他们俩的结论完全相反 如果结构形成 后面是看跌的 如果顿化消失 后面是看涨的 它俩结论完全相反 因此我就建议大家 你就别下结论 没结论 就这个地方 那不下结论 我们就等着 那市场一定会走出 就是顿化后面一定会有个结果 要么就顿化消失 要么就结构形成 那么今天出现顿化消失了 对吧 然后出现顿化消失 代表大的行为方向的动作 就是买回的动作一定 那无非就是什么时候买 你如果非要在高点买入 你说我也不在乎 明天上午我买入 等趋势迫飞我再出 那也行 就是你明天上午买入也没毛病 你今天下午收款买入也没毛病 因为它是符合规则的 只不过我微调了一下 我说明天上午呢 我们回避一下 原因呢 举例了啊 上证指数90分钟 顿化加9 对吧 呃 深层指30分钟高8 评分第一 120分钟高8 评分第二 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都指向明天上午 上证指数也指向明天上午 所以呢 我们把明天上午回避一下 那你非得在明天上午买吗 是吧 就这个意思吗 那假如说 那我们得有个标准 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买呢 就是我以明天上午和今天收盘 这两个价格取一个值 这个值就是量化标准 如果后面能够突破这个值 我们就买入 如果能够突破这个值 我们就买入 这就很简单了啊 很简单了 好吧 那么买什么呢 我讲了为什么要买 怎么买 我又讲了买什么 对吧 买什么呢 价值为主的 你可以买金三胖 但是呢 它是一个长期的 就是你长期买它们 我觉得风险特别低啊 特别低 不是一般的低 但是呢 你如果长期的 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 在平衡性的角度来讲 你不考虑平衡 我全买了价值 不买成长 就会变成了 假如说 下一波行情 还是成长风格的 那你 你价值风格的 就又觉得 又会受到心里的冲击 因此呢 我建议呢 就是成长的 你也要布局一些 我说你就分仓吧 就是我这个价值的买一点 我这成长的也买一点 它比较有利于你的心态 好不好 然后呢 星空雷达少 左上角的 基本都成长的 左下角的价值的多一点 一半一半也行 你是成长多一点 或者价格多一点 那就看你的 自己的风险喜好 我是建议呢 就是相对来讲 平衡一点 好吧 金三胖是什么 券商 保险 银行 咱们学员区一直很稳定 稳定在于 我们没有情绪化 不管行情怎么走 我们始终交易不走样 对不对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 并且时时刻刻有 清晰直接的结果 你像我们今天给的一个结论 绝对清晰直接 我们从来不默冷两可 这就是专业性嘛 专业性就是你 不管什么时候 你做的都是稳定的 尤其是我见过一些人啊 就是做期货的比较多 做错了一次 赌性就上来了 就一定要跟市场死磕 就是很多人死在什么上了呢 就是死在 金字塔式加码 就是这个就是赌性就上来了 它没有止损的概念 赔10% 如果期货赔10%呢 加上杠杆 就可能赔100%了 然后呢 觉得哎呦 我这亏了这么多 我就再加 我双倍做多 或者是双倍做恐惧 这叫金字塔式加码 这个就要 这个就叫做 当你错一次的时候呢 就不服输的性格 再加上赌性 然后导致 你系列的错误啊 就错上加错 所以呢 就假如说 你能保持 始终保持理性 这个很难的啊 我们呢 不管行情是涨还是跌 我们始终保持着理性 你看这一波 我们说可以不走五啊 对啊 可以不走五 不走五不一定是坏事 走出那种 六亲不认的上涨 对咱们来讲 其实影响不大 我们底部抄了 对不对 底部没抄的人 那有可能对他们影响大 但是呢 其实你如果遵守规则 他也没多大影响 你如果严格遵守规则的话 也没多大影响 对吧 好了 那么如果他走五呢 你不防的话 那一波很多人会挺不住的 所以防五和不走五 他们俩之间不矛盾 可以不走五 但是我们不能不防 这是一种专业的态度 我们是专业的 好不好 那么始终在这个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呢 保持专业性 保持专业性啊 然后呢 这个明天 就是最近吧 近期吧 相对来讲都比较重要 我之前说 我说五一大概留之后 五月份会买入 这句话呢 一直有效啊 一直有效 好了 不多讲了 16点07分 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